哈喽各位湾区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施亦南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北美红星卫视TVHS1.9台 您现在收看的是北美红星卫视TVHS1.9台 生活在湾区 湾区好生活 亲爱的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在湾区 我是犬犬 陈明权 又到了我们今天健康生活的单元了 那么今天我们请到的是 有关如何坐月子的秘诀的 聊一些这些话题 那么各位观众朋友一定知道 很奇怪 这个我们作为女人 最神圣 最艰巨的一个任务就是什么 这一关就是身为母亲 成为一个母亲了 而这个这么神圣 这么值得尊敬的喜事 为什么老人家常说 生一个孩子就要钓一朵花 那么要不然就是说 不听老人言 当心吃亏在眼前 到了这个不好好的坐月子 到老的时候就要后悔了 那么这么种种种的这些 我们这些传说会 这个传言 那么也有 确实有很多女性朋友 在身体上 就会真的是觉得 好像生完孩子以后 特别的就是比较虚弱 或者比较容易体质会有改变 那我们今天非常高兴的能够请到了这个全美网路票选 坐月子中心第一名的益善法专任的问诊医师 廖文家医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廖医师你好 请成好 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真的好高兴 这个我们今天请到了廖医师来为我们大家细说分明 那么廖医师来告诉我们吧 那个为什么我们怎么掌握像你这样这个传统的医学 然后还要正确的这个结合了中西的这个科技 加上传统医学中医医学 然后我们达到我们整个身体调养 养生 然后让我们真的身体不好 这个情绪也不好 对不对 就是这样子 那告诉我们一下 您是如何教我们观众朋友养生 OK 我们都知道 我们中国人非常重视坐月子 那事实上我们在产后呢 身上所有的调补的气血 营养的吸收 不再只是供应给母体本身 而是我们除了自身身体的复旧以外呢 我们还要补胃母乳 攻击宝宝营养需求的一个来源 对对对 所以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呢 就显得特别的重要 对对对 所以说这个廖医师常跟浅宣提到 就是说这个中医啊 可以分为衣食住行这四种方向来谈起 那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 你吃下去的东西就是药膳 所以这个所以我们就从坐月子 这个怎么样子注意事项谈起 对不对 就是您刚才说的吃 对就是吃 特别重要 那一般来讲呢 我们生产完以后 由于气血丢失的很多 那很多妇女呢 她所面临窃身 马上会碰到的问题 无外乎就是产后气血丢失 那有些人呢会有便秘的问题 甚至有便秘 对便秘 还有呢出汗 出汗 拼命的出汗 对或是筋骨酸痛 筋骨酸痛 甚至有一些 它是完全没有奶水 哦 这样子啊 有听说耶 其实外表看起来 并不是特别瘦小的小女人 这个小女人就没有奶水 其实会发生在 任何一种可能的 都有可能会发生 对对对 那就是说做月子了 好 做月子 刚才那个廖医师说的 还有什么筋骨酸痛 筋骨酸痛 是不是在临盆的时候 那个用力的拉扯 好 因为我们在生产的过程呢 事实上我们整个产生 时间是拉得很长的 对 那在这当中 我们整个毛细孔是张开的 如果说这时候有风进去 有风 对 受寒了 那就有可能会造成 以后筋骨酸痛的一个问题 那请教廖医师 是不是家里面 因为产妇尤其在夏天 夏天快要来临了 现在虽然是顺便 好 那是最辛苦的 那个产妇真的好可怜 那非开冷气不可 那也会有影响吗 事实上呢 如果她今天不是站在出风口 直接去吹风的话 那产妇她只要注意 就是说保暖 对 不是不能够吹冷气 我们只要把室温调整一个 非常适合的一个温度 那不吹风 不要直接对着 对 不要直接对着出风口吹风 那这样子的话 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那对了 那尤其是很多人 这个做过妈妈的都知道 还有自己在做妈妈的 刚做新手妈妈的时候 自己的妈妈就会讲了 不要洗头 因为有了头疯 那这个有关于这个洗头的问题 洗澡一刚生完洗澡 还有人重复呢 伤口的问题 那怎么办呢 好我们都知道在医院一生完呢 护士马上就跟你讲说 要不要去洗个澡 对对对对 在美国 对那当然就是说因为产程很长 毕竟可能生完以后满头大汗 那一般来讲呢 我们如果说担心 怕就是说头发没有办法完全吹干的时候呢 是不是考虑在去生之前 我们就先把自己整理干净 对 那产后呢 如果说我们要洗澡的话 不妨就是说可以准备 我这边可以提供一个那个汤方 好 太好了 对 就是防风 是 黄芪跟生姜 防风 黄芪跟生姜 然后我们可以来做这个汤药 来做擦枣的一个方式 哦 太好了 那一般人我们不是这个 这个坐月子的人可不可以用 它这个部分的话 它专门就是固设你毛细孔的开合 对 可以稳定你 就是说抵抗力 所以比较不容易可以让风寒侵入 针对的这个刚才生完孩子的父女 最好用刚才这个廖医师说 那如果说不是生产的话呢 你也许可以用Epsom salt 就是所谓的药用玉盐 跟75%的酒精 1比1的比例 那你可以用这样来做泡枣的话 也可以帮助我们消除疲劳 哇 观众朋友我们赚到了 没有生产的人就可以照这个 廖医师刚刚讲的这个盐 药用玉盐跟75%的酒精 75%的酒精 好 那么就是说刚才这个以外 还有就是说那个产后 这个当然都要排血嘛 那这个也有啦 有的是婆婆逼的媳妇喝 那个妈妈逼的女儿喝 喝什么生化汤 来 这个廖医师告诉我们 生化汤到底是怎么回事 好 基本上生化汤它的基础药方的话 是当归穿穹桃仁泡浆至干草 那它最主要的作用呢 是就是所谓的去医生心 你旧血脏血不去 你没有办法再有新的 气化生源的一个 就是补血的一个作用 对 那一般西医就是说 没有建议的怎么办 对 好 如果说像不了解的人 可能会担心用生化汤 是不是有可能会造成残后大出血 那事实上呢 你喝生化汤的话 它反而可以帮助你的子宫收缩 可以预防大出血的一个问题 OK 那节目先进行到这里 我们暂时先告一个段落 让这个廖医师先休息一下 那么各位观众朋友 我们也休息一下 经营谣告我们待会回来 拥有14年平台的衣扇房 是美国首创 理指导妇女月子调理 温馨阳胎 经济调理 以及妇科手术恢复调理的 专业健康机构 传统药陕医学 现代健康品式的衣扇房 被于Mountain View 拥有中央厨房自动包装系统 每日新鲜烹调 专车配送服务完区 一善访咨询订餐电话 650-938-5888 650-938-5888 位于南湾Mio Peters的 美卡烘培坊 为您带来各式各样 台湾地道的面包、糕点 其中包括了绿豆蓬、凤梨酥 日式轻乳酪蛋糕 及多款的台式面包 美卡烘培坊的面包 每天早上8点半新鲜出炉 没有添加任何防腐器 让您吃得安心又健康 美卡烘培坊还有提供 各式各样的节庆蛋糕 针对您的要求 为您社区独具风格的蛋糕 美卡烘培坊 位于25NORTH Mio Peters Boulevard 永新超市内 订购电话408-935-8983 408-935-8983 你曾经体验过 能够洗涤心灵的能量占卜吗 你希望能与内在的潜意识 深层对话吗 克拉拉塔罗能量占卜 灵气催眠治疗 帮助你在异变的外在世界中 找到属于心灵中安定的力量 请致电408-219-3303 408-219-3303 期待与你新的交流 天灾人祸不可预测 千金难买早知道 你有保够了吗 我是Farmers保险经纪Emily Liu 坐在电视机前面的您 是否考虑过您现在的保险金额 真的够保护您心爱的家人 与您努力赚来的资产吗 让我用多年的保险经验与知识 为您提供三省服务 让您在保险上面可以省钱 省时跟省麻烦 请今天就致电510-366-2657 510-366-2657 生活在万学的观众朋友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 那么我们今天这个专辑 就是请到了 他是中医非常有名的 妇女身体调理的廖文佳医师 跟我们聊到怎么样 坐月子还有膳食 在中医里面食为天 怎么调养身体 刚才廖医师您刚刚提到 是说我们刚刚还没讲完 很重要的是生化 我们中国人生完孩子的生化汤怎么办 那西医又并不建议 刚才廖医师有提到 生化汤的重要性 是 因为一般西医他们 不是很了解重要的药理 唯一担心的就是怕 产后子宫大出血的一个问题 事实上大出血是关系到 就是说你的子宫 有没有正常的一个收缩 生化汤的话 事实上它的作用是在于去医生心 而且如果说里面再添加一些可以帮助你子宫收缩的药材的话 事实上它是有一个帮助的作用 对所以它并不会造 如果产后大出血 其实不是生化汤的原因 不是生化汤的原因 有些是因为动道动脉 有一些是因为子宫收缩不良 形成的 对对 而且服用生化汤的话 它不但还可以帮助你 你可以在这个药方上面 你做一些既然帮帮收缩以外 还可以把那个饿肉排干净 如果不排干净怎么办 对对 因为像一般来讲 生化汤所需要大概就是四到七铁左右 那如果说没有排干净的话 有一些妈妈可能会有产生 就是与祖腹痛的一个问题 那以后就是说生产的这个状况 已经解除了以后 还是会伴随一些身体上的不舒服 对没有错 就是说廖医师 你认为没有排干净是不好的 是 那以后没有排干净 就天天打电话来烦我们廖医师 不舒服了 对不对 对那所以还有刚才就还有提到 刚才说要喝生化汤以外 也有很多朋友在问 那这个喂母乳的问题 这个喂母乳呢 他这个有的人说 这个煮了那个麻油鸡 我们台湾人民 最爱吃这个生孩子要吃麻油鸡 不准放盐巴 不准放盐巴怎么办呢 那就是说关于这个喂母乳 跟这个吃盐的问题 OK 我们在做月子的时候呢 其实饮食方面 就是手中在调补气血 对那真正传统的药膳的话呢 我们在调补气血的时候呢 是不添加盐的 不添加盐 不添加盐 可是呢我们就说 人他的一个正常的生理反应的话 我们是需要贾纳平衡的 对 所以呢如果说像产后有特别 出汗问题很严重的话 事实上适当的添加一点点盐 是无法 就是说只是我们不希望吃的太咸 对对 吃太咸不行 对不行 对但是你喂母乳的话 盐巴就是只要刚好适合你的 这个身体的用量 对过多的话也会造成身体的负担嘛 对那一点盐也不佳也不行 因为刚才廖医师提到的出汗 对 就是出汗的问题 他需要贾纳平衡 是是是 那如果贾纳不平衡的时候 通常会造成什么样的生理反应 对他还是会有一些不同的一个生理反应 你到时候又得要回到医院去做一些处理的话 还是更麻烦的 反而会让我们的坐月子的一个品质大打折扣 对 那么刚才提到喝水啦 就是说一般怀孕的时候很多妇女都会有水肿的问题 那生完以后也有很多大量失水 跟喝水的这个分量该怎么拿捏呢 基本上月子期间不喝水的这个理念呢 我相信很多妈妈在不管是在书籍上 或是在网络上都或多或少经常都会听到这样的一个讯息 那事实上呢我们人有70%的水分 你说完全滴水不沾不太可能 有道理 对而且我们在医院一生完 护士马上就马上给你一壶冰水 那为什么 廖医师你不建议冰的对不对 不喝冰的 那我们基本上就是说你没有喝liquid的东西 你是不会有奶水的 所以我们水分的适度摄取还是必要的 所以这样子的话就是廖医师认为就是说 当然要是这个 还是要适当的摄取 否则我们就是利用汤品来取代 对 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所以廖医师你会设计一些在药膳里面 根据不同的体质 然后给他一些适当的补充 然后从汤汤水水里面也是一个很不错 反而营养吸收更好 对对对这个方法也很好 就是刚才也聊到就是说我们这个中医条例的从这个衣食住行方面 我们时间聊了对以后 还有廖医师也提到中医还要包括一些护理 其实很多人都以为中医嘛 事实上从怀孕的初期开始 我们就有提供一系列的课程服务 那从就是说初期点对点不适于应对 然后到乳房护理轻松补胃母乳 甚至生产完以后 婴幼儿的期待护理与沐浴 包括厂后如何做月子等等一系列的课程 全部都有 对那所以他不同于一般的这个孕妈咪的这个我们在美国嘛 不同于西方文化的孕妈咪里面 廖医师您在里面加入的这个护理里面 很多很多是这个这个叫什么 结合这个中心的概念 对 可不可以举个例子给我们听听看 就是说孕妈咪的这个我们的中医加入中医的 那尝试的孕妈咪会有什么好处 好像一般来讲的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就是很多生产完的妇女他会有便秘的问题 对那一般我们在医院的时候呢 可能医生会直接就是开软便剂 对还有灌肠我以前听说灌肠好痛苦哦 通常产后不灌肠 好可是呢就是说他会用软便剂来替代 让你可以自然的排便 可是事实上呢很多妇女他吃了以后不见得有效 那就好 那是这个最主要就是说我们如果套用在中医的理念里面呢 最主要是因为说你气血丢失以后 造成你的肠胃没有办法很好的推进力的蠕动 所以呢我们这时候利用中药的一个侧性 来达到你自然排便的一个方式 对对对你就可以避免吃西药了 对对采取自然的方式 而不是就是说头痛一头脚 那一脚这个排便困难就软便 对对甚至还有像就是说有些妈妈在生产完 也有生之前或是生产完大概第二周出现的认成婴症 那对它会出现全身性的一个就是说类似像风整块的东西 那西医来讲的话就是说基本上就是开有关于类固醇的药物来擦拭 做局部擦拭 那就是说我们利用中医气血的原理的话 对用药膳的方式来调理 那事实上就可以获得很好的改善 对甚至控制 是是是不但改善也让身体更好一点 好那么节目进行到这一个阶段呢 那么我们要请廖医师先休息一下 各位观众朋友先进一段广告 我们待会继续聊 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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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6-988-2679 1-866-988-2679 您想推广您的产品以及商业业务深入到湾区的每一个家庭里吗 红星卫视可为您的行业量身打造不同的电视广告企划 让您的产品深入人心 让您的业务蒸蒸日上 请赶快和红星卫视的广告业务部联络 广告洽群专线 510-585-6187 生活在湾区的观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 那么今天我们跟廖文家中医师聊了很多很有意思的资讯 就是有关作业子 还有整个妇女的一生的调养 那么廖医师刚才您还没有说完的 就是说我们明明有一个孕妈咪教室 然后就是它结合了跟美国其他的孕妈咪的教室 不同的是您结合了中医的部分 很多的部分是教导我们怎么样照顾自己 那您告诉我们孕前孕后 好 基本上我们在孕妈咪一系列的课程里面 刚我有提到就是有各个不同的课程 那当然就是说我们在孕期的时候 怎么样利用膳食或是自然的饮食疗法 来达到就是说解决一些 你在怀孕过程的一些痛苦 那如果说孕吐 对 还有呢水肿 水肿下肢水肿 或是像我们之前提到的妊娠营证 有一些是在怀孕期间中后期就逐渐出现的 甚至就是所谓的妊娠糖尿的一个问题 所以这个时候呢 大医师就会结合西方的这个医学文化 然后再结合中医的一个调理概念 对对对对 让自己的身体从自然的方式把它调整到最舒服的状态 对 刚刚说完我们要怎么样来调理就是照顾出生幼儿 还有呢就是怎么样来做乳房护理 对 要补胃母乳 那在补乳期间呢 很多妈妈都会面临到所谓的毒奶 石头奶 对 然后甚至有急性乳腺炎的一个问题 那一般临床急性乳腺炎来讲的话呢 西医这边目前所能够提供的服务就是消炎药 抗消炎的药物 那吃了那个怎么喂奶呢 就没办法咯 因为母奶里面有就是存在的某一些细菌 对对 所以我们怎么样利用就是说一些排空的一个方式 还有呢达到控制你的奶水 比较不容易可以堵 对对对 所以刚才廖医师还特别提到这个照顾小baby 新手妈妈照顾小baby 这个这一点全身就很好奇了 在中医方面您是怎么教导 从这个西医的护理 您也教导孕妈咪 您也教导孕妈咪有关中医的方式来调养 这个小baby怎么照顾baby 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特征 好基本上呢 我们举一个小例子好了 像newborn baby的话呢 很多妈妈都知道 就是说有些宝宝有夜哭的一个情况 对 那一般来讲呢 宝宝哭除了就是说尿片湿了 我们要喂奶 那有些时候 是不是我们也应该要去检查一下 肚子有胀气的一个问题 那一般西医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会给大家一些建议就是说 尽量吃一些比较不容易胀气的一个食物 以免影响到你的奶水 那我们在中医这边的话呢 就是说我们可能要考量到 除了宝宝本身 他的肠壁神经还不是发育很成熟以外呢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利用中药材 比如说五珠鱼 我们可以用五珠鱼来贴在他的脚底心 然后他可以温中 让他可以把气自然的一个排出来 减少他胀气的一个问题 好有意思哦 我们想想一个小小的小baby的脚 然后再贴一个小小的这个中药 然后让他温中 而且这很自然的话 没有所谓的倾入性的质量 他也不怕再也不怕什么副作用什么的 也不怕环境污染 然后小baby这样放在小小的手心 一定很有意思 用中医的这个方式 传统的这个非常棒 我们中华文化 这个真正的哲学跟智慧 来带小baby 一定很有意思 中西合并 对 那么在中间又提到就是说 像刚才对廖医师提的 就是说您在这个护理上面 就是说这个产妇 是 护理上面 那也可以就是说教导孕妈咪 然后您如何告诉孕妈咪 就是说产 从有的 大家会有感觉 生过小朋友的 跟没有生过小朋友的 女性 还是在生理上 健康上 会有很大的差 是 您能够解释 好 基本上呢 我们生产完以后 如果说你调理的不好 对 好 气色 气色上面呢 一看就会觉得说 差蛮多的 它的原因是因为气血 气血丢失 然后休息的不够 因为睡眠不足嘛 对 New Born Baby 每两个小时 你要喂一次 对 这是很折磨人的 那怎么样利用 就是说生活作息 然后再加上气血的一个 散食的一个调养 让你达到就是说 身体平衡 那我相信这个是蛮重要的 对对对 那如果说它丢失的 很严重的时候 所以廖医师 你也会适时的 因为您是中医师嘛 你也会给这个 特别影响是病人的话 你也会开中 会开中药 用药力了 事实上有一些中药 我们可以结合食材的一个特性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所谓中国传统的一个药膜的一个精髓 对 好棒哦 那我们全家会喜欢想象的就是说这个又有一个一个从一个人的一生 从他出生之前就得到相当好的这个中西医的这个智慧 然后把他这个一路的这样走来 然后比如说小女孩的话到了出京的时候呢 这个又有中医的方式把这个身体调养成在一生追求一生的幸福跟健康 是不是 那么我们好喜欢跟这个廖医师聊天 而且希望各位观众朋友记得哦 这个要锁定 然后也不要忘记这个有机会就多多请教我们廖医师哦 有关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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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妇女 其实你也也也也服务这个男性的朋友们也可以请教 你不反对吗 不反对 基本上呢如果说你有任何就是方面的问题的时候呢 不妨可以打电话到一善房来查询一下 调理的方式 是 或是说有有必要的话可以看证 哦对 就是说如果说就是说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会感觉到 你们真的有觉得有有必要需要这个也有一些疑问问题的话 就可以打电话给廖医师 对 基本上你可以打到一善房 那电话是六零九三八五八八八 廖医师好好热心哦 我们每次知无不言言无尽您说什么呢 我们大家就拼路要问你 那您都会告诉我们一些这个 为什么好 您看起来就特别的这个这个 这个容光焕发 这个观众朋友一定有有有有经验 就是说同样的女性朋友相同的年龄 有的人就是容光焕发 然后魅力四射 这个一点都看不出 她实际的年龄 可是她的年纪 有些妇女 她就是 是很美丽的 但是就是一脸憔悴 有时候她就会 好像一脸的沧桑 或者是不时不时的 就跟大家扛退 哎呀 有一些小毛病 哎呀偏头痛 什么什么 大大小小毛病 这个时候呢 欢迎观众朋友 锁定我们益膳访的专辑 那么在这里呢 廖医师就会为你 一一的到来 这个有关于 这个妇科的疾病 还有呢 就是这个叫做什么 违绝旌期 也就是所谓的更年期 也就是更年期的问题 那么我们今天 这个要在这里 向所有电视机前面的 妇女朋友们致敬 那么亲爱的女性朋友 您很爱你的家人 您付出了一切 这为家人 那就应该要更爱自己一点 好好的多疼惜 珍惜自己一点 也就是爱家人的表现 是 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廖医师 谢谢 谢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您现在收看的是 北美红星卫视 TVHS 1.9台 2.9台